6月1号中午11点左右 神海高速温州五澳枢纽因事故实施一级卡口 五澳后方车辆开始缓行 高速交警驾车在车流尾部进行预警 这时警车前方一辆半挂车仍然保持较快车速在第二车道行驶 半挂车在快要追尾前车时猛地向左打了转向 车头在第一车道 车身在第二车道 斜跨两个车道向前飘移了几十米 万幸 集装箱紧贴着前车车尾 甩到了第一车道上去 最后恢复正常 据了解 驾驶员由于较长时间驾驶 注意力不够集中 没有发现前方通行情况的变化 188黄金眼综合报道